歐洲的領袖星期五在布魯塞爾簽署了一項的條約 要求所有成員國平衡預算否則將會面臨罰款 這項名為穩定協調與管治的條約 是對壓垮並迫使希臘、豪圖、阿圖、埃爾蘭尋求援助的債務作出的回應 媒體引述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隆佩說 這項條約將會讓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名符其實 除了英國和捷克之外 歐盟27個成員國當中的25國簽署了條約 不過條約將只有在歐洲的領袖 讓各自在國家批准後才能生效